香港国际财经台即将在7月30日 在76号频道正式启播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以及友善宽频通讯有限公司主席 丹斯李拿督优达昌先生 以及通讯事务管理局主席谭韵芝 这日就担任主例嘉宾 齐齐为频道居行隆重的启动仪式 3 2 1 Cheers 祝愿香港国际财经台发展 与日迁移收事如何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hannel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Covering in-depth financial information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financial opportunity and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and in the surrounding region 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以及通讯事务管理局主席谭韵芝 I think the launching of HK IBC today And the coming in of more new operators Speak for itself that Hong Kong is a place where we treasure all these very important players In our entertainment information and news industry The CA will closely monit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axation measures And adopt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foster and further develop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broadcasting sector 能够见证香港国际财经台诞生 有线欢频通讯有限公司主席 丹斯李拿督丘达昌都觉得非常荣幸 心情是既兴有限公司的 当然好了 当然好了 因为香港我觉得 就是很少有一个专业的国际的 又有普通话又有英文的财经台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我觉得真的整一个金融台是很适当 我们国家现在你知道香港真的很受惠 又有一带一路又有大湾区的发展 所以香港的金融地位只会一日比一日重要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际财经台是很在现在这个时间诞生 是绝对是很适合的时候 有线欢频通讯有限公司营运总裁梁淑仪 以及有线欢频通讯有限公司 媒体业务高级副总裁吴正文 就分别预告节目内容 因为始终都是希望秉承着有线新闻25年 我们有个专业团队在这里的时候 真是很希望可以多一些是我们自家制的节目 所以就算是7月30日开台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已经预备了有五个新的节目 是一些专题的节目 除了新闻以外是可以带多一些深度的资讯给公众 我想最大的特色就是一个免费电视台 可以提供24小时的英语和普通话的财经资讯 在现在香港就应该是 我们是唯一一个这样定位的财经台 希望多一个选择给观众 香港有线新闻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赵英春就表示希望透过英语 以及普通话广播能够接触更多观众 首先它是一个免费频道 所以接触观众的层面就较阔一些 而且它的内容有有线新闻 和有线财经的支持 也都我们埋了一个挺好的班底 挺好的团队 我相信这个频道是以一个挺暂身的面貌 是和观众见面 启动礼气氛相当热闹 智深传媒人吴宇 以及著名古评家胡曼青 都现身餐场鼎力支持 有发挥的余地 也都真的我们逐一天听到淺声 真的财经一定好 24小时今天这个是一个趋势 因为财经你可以做得软性一点 起码观众的受乐程度 和他们的吸收会容易一些 因为你不是人人都喜欢炒股票 你以为人人炒股票 人人都喜欢炒股票吗 这日现场人才仔仔 混习不少业界的精英 当中英语新闻主管谢彦娜 和助理财经编辑主任段杰 都表示对节目充满信心 希望为观众带来更多选择